啊 她说 爸 你一个人啊 那个 那个大城市的那个大染缸里面啊 这个被坏人带坏了 她把你学坏 所以就让你赶快回来 石鹿哥 这是我爸的台词吧 我爸是不是在旁边啊 那个 师傅他不在 好啦 你告诉我爸 我会赚很多钱回去 开一间很大的分店 师傅 小柔说 他会挣大钱回来给你开分店 我不在啊 小柔 我师傅说他不在 我不说了 你说吧 交给你这么点事 你都办不好 浪费电话费 去干活 我 给家人打电话 对啊 我爸让朋友打给我 说想让我回去一趟 他怎么不自己打呢 啊 我爸爸 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他不愿意我的大城市来发展 生我的气喽 但是我知道 他很想我 你们父女俩 感情一定很好 还有我的奶奶 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那 你妈呢 她不在啊 不知道 听奶奶说 她说 她受不了乡下的生活 所以 就走了 你不怪她吗 不怪 人更有志吧 其实 奶奶说我妈人很好的 只是跟我爸个性合不来 差太远了 难得 你想得那么开 那你呢 你想你妈妈吗 那你为什么不帮你爸完成他的梦想啊 你看到那个静暗了 嗯 我看了 而且很感动 我从你爸爸的那段前言里 看出了他对你妈妈深刻的感情 也看出了你妈妈美丽的梦想 后面 他规划的蓝图 是根据你妈妈的构想 打造的一个温馨家园 谁看了都会很感动 我也好希望 自己有一天 能带着我的爸爸跟我的奶奶 住进那样一个梦想家园 你去看完了 在你那么忙的工作中 你竟然全部看完了 一翻看我就停不了手了 你不觉得 如果能够参与你母亲的梦想 是一件非常幸福 伟大的事吗 张小柔 你不会是我爸派来的说客吧 我才跟你爸见过一次而已 根本就算不上认识 但是 我是不是说服你了 有没有人说过 你很爱多管先生 就你了 他走过来了 他走过来了 他是喜欢我的 小柔 小柔 我妈妈叫豆腐回来了 小柔 小柔 你也在 还好我多买了一份 小柔 小柔 他不会吧 完了完了 他不得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要就把我们给卖了 你们俩干什么 叫你们呢 林导演 怎么一大早在这儿 我们就住这儿 我们正准备去上班 刚好跟我进去谈点事 领导演 领导演 这里啊 怎么了 领导演 难得你那么有闲情 一直想要泡咖啡厅 一个人比较有气氛 我们两个就不打倒了 免得上班迟到 拜拜再见 站住 谁这么大早有闲情啊 我谈正事 你们跟我上去听 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好 欢迎光临 大美小柔 你们今天不上班啊 不喜欢 不喜欢 别人说我幸运 他们不懂我有 多么努力 虽然冲动永远 比坚持容易 宝贵的东西 都需要很费心 碰到的是 每一天走不透 有的我 有的我 有的给我眼泪 有的给我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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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只有你一直相信我 此刻我什么也不想说 因为拥抱能表达的更多 碰到的事每一天都不懂 有的给我眼泪 有的给我笑容 慢慢的翻越沙丘走出日落 每一天的我要听昨天辽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